音樂 大華能力是從民國102年創立的 創立的宗旨其實一個初心蠻簡單的 我們的張董事長希望學生步入社會的這個過程中 在求職是可以很順暢的 我是念企業管理學習 前前後後我們已經在做能力資源產業就十多年的時間了 大華能力人提供的就是快速而且是穩定的品質的求職者 這個就歸功於我們的招募團隊他們的實力非常的堅強 我們就會去找很多優質的廠商 很多不同面向的職缺工作 我們就可以滿足各個不同需求的求職者 我對員工最大的要求就是 你一定要會活用你的法規 我就是只跟你說 就是什麼勞基法第幾條 但是你講完之後 並不會解決到廠家跟員工的問題 那這個是我覺得進來派遣業最大的一個部分 我們又成立了所謂勞工健康的這塊的服務 在他們進入公司之後 我們可以不斷地去關懷他的身體健康 讓他的工作的職場上是更安全的 現在的社會跟整體的型態 工作型態上其實變化的非常大 包含說網路世代的崛起 這時候可能很多在傳統的廠商 他轉變的沒有那麼快速的狀態下 就變成說我們這一段要去協助他做轉變 我們就要幫他們做一些數據的收集 來提供給他們 讓他們能及時的應變 其實進人之領域我覺得最大的成就感 他是來自於人的回饋 不只得到廠商主管給我們的讚許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更重要的是 是得到求職者他們的讚許 對於做這件事情上 不是只有說我們單純讓你找到工作 而是讓你找到你更喜歡的工作 更好的工作 廠商是找到他們更想要的人選 我給求職者的建議 其實我會覺得說 當然我們人生就是要多嘗試 才能找到自己可以穩定發展的面向 但是在這同時 一定要給自己相對的時間去熟悉這個產業 工作層面你覺得學不到的東西 至少你要帶著你的人脈走 其實我一直給自己一句 一首叫堅持的台語歌 它的裡面一句叫做 不怕失敗慢慢向前走 我只要往前慢慢走 總有一天會到達終點 都要往前走 有些人脈走 都要來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